大家好,我是景城,我还在苏州太湖的西山岛,韩春,来拍韩春古店铺的,我身后就是,我拍到一半的时候呢,村里面有位大叔跟我讲,小伙子,你很喜欢拍古代的东西啊,我们这个村里还有一处古宅,一处老宅,很破败,仅仅残存了小姐楼了,一两百年的历史,最有看点呢,就是这座老宅的还有一座专雕门楼,相对来说比较完整,感谢感谢,非常感谢啊, 呃,在拍摄的时候,引来了很多村民的观看,所以又给我推荐了这样一个地方啊,感谢他们,现在我们废话不多说,来看一看这座残存的一两百年历史的这座老宅,它的专雕门楼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它还有哪些值得可以看的,一起来探访探访,现在开始啊,西山的好地方,真多啊,这处破落的古宅是沿街而涉,这位老阿婆就住在里面,跟我讲了不少这个古宅的故事啊, 谢谢你了,谢谢,讲了真的不少,长了不少知识啊,首先这个墙门,它是很高的,这个墙门啊,破落了,能看的也不多,我们能看的就看一看,它的方向是朝西是吧,阿婆,大门是朝西边的是吧,这个方向是西嘛,朝西, 做东朝西的,我来进来看一下啊,刚才您已经跟我讲了不少了,谢谢你,谢谢,谢谢,它这个是这样子的,这个地方呢,是原来这个老宅的门厅,门厅部分,我们现在来看啊,这个算它的,算它的第一镜吧,我们就是说,这是它的门厅,它的门厅呢,还是老的,它下面的,这个基座呢, 全部是青石的,非常的齐整啊,然后阿婆这里有一个跟楼是吧,就这里原来有一个跟楼的,那个上面的是住着打经的人是吧,帮它这个看家护院的,大户人家,但是跟楼没有了,这个阿婆再跟我这边演示一下啊,这个就是跟楼的位置,它这里还有青石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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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住处吧, 我们就说是它,是吧,然后墙上还有印记的,这里它就是一个楼,也算是一个巷门吧,进入它家的第一道门,这个是啊,我们接下来继续看,这是门厅,门厅我们看过呢,往里面走,这个枇杷树啊,这个是一棵啊,枇杷树,它现在开花了,现在,这个跟其他的果树不一样,大家看看,这是枇杷树,冬天开花,西山特色啊,我们看到过很多了, 我们现在眼前有一栋这个,现代化的建筑呢,这栋建筑呢,它就是原来古宅的正厅部分,明白吧,大家,门厅过来,它这里是正厅了,正厅呢,它没有了,阿婆的家就这里,就这里,这是正厅,然后它值得看的呢,就是后面的小解楼里面,一个砖雕门楼的,之前我们讲过的,呃,我们先到后面去看一看,砖雕门楼等一下从这边进去看, 这栋楼就是它留下来的小解楼,我现在走的这个路呢,可能是当时这座古宅的,呃,被弄 小解楼后面还有什么吗,等一下到小解楼里面去看,那个砖雕门楼 小解楼的后面这里呢,有一扇小门,小门里面堆满了杂物,这是楼梯,这是上楼的,这是,这个都都,要倒了感觉啊,比较的凄惨啊,残存啊,这个真的是,看一看大家,这就是小解楼 那么这个里面,这个里面就是小解楼的内厅,我们等一下会进去看一看,就是不知道这个主人的历史 但是,阿婆也没有讲清楚,后面呢,呃,就是副房了,应该是,就是当时的副房,然后下人住住,堆放堆放杂物,餐厅厨房啊什么的 这个是什么啊,这里 里面 现在也是堆放杂物了,副房 那么后面呢,就没有了,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套古宅的一个建制 后面不得了,后面现在是养蜜蜂的 各位大家看 全是蜂箱 全是蜂箱,赶紧撤,赶紧撤,撤出来 不然被蜜蜂遮了呀 我们现在回过来 从这里进去,去看一看 呃,小解楼 有一座钻雕门楼的,不知道怎么样了 这是金山石的门框 呃,它这个墙是很高的,大家看 这个墙非常的高啊 我们到里面去看 那么前半部分呢,就是往这边这一侧的呢,是它的厅 然后这个后面就是楼了,这处古宅 这里面是破败不堪啊 往上面看,大家这是楼 看到没有,是不是 两侧呢,是厢房 呃,小解楼,这里就是 然后它还保存了一座砖雕门楼 这里是杂草重生啊 目测呢,这个房子一百多年的历史吧 两百年左右最多了 啊,这里真的乱的 我现在呢,就是站在小解楼的正厅当中 然后来看这座砖雕门楼了 这个门呢,门已经没有了 门框还在啊,拴门的也已经没有了 我们再往上走啊,慢慢来欣赏 呃,在砖雕门楼的下坊呢 有人物的,但是人物的头都没有了 被砍掉了,头被砍掉了 再往上走,砖雕门楼的四个字 呃,这个四个字呢,其实也很常见 我在东山的雕画楼也见到过 叫玉修绝德 但是他这个玉,后面这个是什么字呢 这个意思办法还查不到 玉修绝德呢,也是一辈子行善积德的意思啊 再往上面走 这个体量真大呀 这个,很高的 刚才已经讲,他这个墙门真的很高 这个就是内听 我们不,我们说以前说过 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是不是 这个女孩子在这里啊 他看不到外面的世界啊 前面呢,就是他家的这个正厅啊 然后两侧呢,就是一些花卉啊 整体呢,这个砖雕门楼呢 还是比较简单,大气啊 不容易啊,保留到现在 它应该不是文宝,也不是空宝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老宅 非常有亮点的这一处啊 砖雕门楼保存下来的 算是保存下来了 然后重点我想看一下 它下面的这个,琵琶银 这个琵琶银做得很漂亮啊 这个流线型很好啊 上面的雕刻的是 竹子吧,应该是 很流畅 它起到一个支撑 支撑的一个作用 这个不多见啊 这种样子的琵琶银 琶琶银一共呢,有四个 它两个是引在墙里面了 就是在砖雕门楼的这一侧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挺有意思啊 这个 小姐楼前的街巾室是金山石啊 这个金山石真的长啊 一眼看不到头啊 这个是一长条吗 这小姐楼正厅应该也是三开间的这样子 一直拉到底了吗 这个金山石 这个挺吓人的 这个提量大 这是小姐楼的内部 方砖呢 有的都已经碎掉了 现在是堆放杂物 这里是 后面呢 就应该是副房了 等等的啊 上面是楼 一百多年前啊 一百多年前 这里可以说就是女厅嘛 女眷待在这个地方啊 女眷待在这里 你看 她就只能欣赏这座砖雕门楼 外面的世界再精彩 她看不到 古时候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规则 男尊女卑啊 但现在不是了啊 我们只是这样子讲一下 讲述这样的一个事实 古时候啊 唉 凄惨的门楼啊 述说着这户人家 以往的过去的辉煌吧 这套古宅呢 我们能看的 已经全部都看到了 门厅没有了 客厅 门厅还在 门厅还算残存 客厅是没有了 砖雕门楼有 小解楼残存了 破败不堪 能看的都看完了 呃 感慨一下 这就是历史啊 这就是历史啊 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很不错 呃 很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 探古仿游 呃 再见了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